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画 豆卫兵侦查途中遇到杰罗姆 杰罗姆告知狂四郎的目的是救出赢 但豆兵卫还是要去找法璇 狂四郎一眼就被瞎眼的拔人知道他是奸戏 法璇要亲自解决他 豆兵卫为了回到法璇身边 他恳请法璇让他杀了狂四郎 豆兵卫让狂四郎假装跟自己战斗 他们在战斗途中说出了今晚的计划 狂四郎就这样被弄晕了 韦德想趁暴风雪掩盖气味来偷袭法璇 狂四郎顺利被关到营的牢房 赤木他们想利用只有干部知道的道路进入牙城 豆兵卫也趁机行动 但拔人一直在监视他 另一边倒塌的牙城让韦德暴露了 豆兵卫在搬运营时被螳螂挡着出路 赤木从后方打开通道让营离开 拔人很快就找到赤木他们的位置 赤木留下挡住拔人 随后带上韦德离开 螳螂察觉到有敌人追了上来 便把营交付狂四郎 豆兵卫面对大部队都不倒下 螳螂送他最后一程 豆兵卫以涌走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 韦德和赤木顺利回到却看不到营 杰罗姆手下告知螳螂在下游寻找营 狂四郎把营藏起来 自己跑去与敌人厮杀来拖延时间 眼看韦德军队经过 螳螂部队躲起来逃过一劫 韦德遇见螳螂只好一战 另一边的蛋蛋把狂四郎救下 然而韦德那边的战斗处于下风 蛋蛋让狂四郎送赢回去 他要去解决螳螂 蛋蛋冲向螳螂 两狗互相厮杀 蛋蛋被打得软啪啪 螳螂使出大招打算收头时 被蛋蛋暗算 破坏了螳螂引以为熬的獠牙 蛋蛋顺势取下螳螂螳螂结束了这场战斗 韦德成功救下父亲 狂四郎因为自己的鲁莽害死兜兵卫 他杀死以后不再单独行动 三天后法权大部队随时守候在外 螳螂的部队被法权全部杀光 韦德侦察完后回去拟定对策 就是分成三队分别对付法权三位干部 队长分别是哲星、剑和银虎 还有狂四郎 韦德带着火箭和赤木从通道进攻 杰洛姆想跟着韦德 突然之前的子弹还没去除 导致有点不便 另一边由斗犬打先锋 人犬和狂四郎部队随后加入战斗 狂四郎与小布开始战斗 狂四郎利用石头攻击 再击飞小布 可小布却不痛不痒 这次换狂四郎被咬住 狂四郎看到斗兵卫的鼓励 还有帮助韦德完成宏愿 终于成功打败小布 狂四郎这次终于听话不杀掉敌人 当韦德追上牙唇 法权已经逃离了 韦德和火箭去追法权 赤木留下指挥大军 另外凯特也跟过去 韦德对战法权 火箭对战凯特 法权透过一支风跑 不让韦德使出拔刀牙 韦德看准机会还是使出拔刀牙 但只能打伤法权 韦德却没力气了 剑和银虎为了追赶拔人 殊不知自己掉入他人陷阱 凯特与法权一样非常讨厌人类 当他想杀了韦德时 哲星及时赶刀 剑他们被逼到悬崖边 被杰罗姆的部下捣乱了 法权只好使出逼计划 剑的父亲由于看不清 反而听见法权的指令 法权还是有信心干掉两老 哲星利用火把攻击 把凯特的铁壁现行 这就是他讨厌人类的原因 法权隐藏在暴风雪 剑和银虎根本找不找 父亲教训他们要冷静 聆听大地的声音 最终干掉法权 哲星把木棒插在凯特狗像圈 利用狭窄通道把凯特吊住 但他们还是放了法权与凯特 让他不再抱着憎恨的心 法权误打误撞碰见丽华 但但和梅尔瞬间被打败 丽华为了救他们 假装跟法权离开 一同把法权拉入河里 一旁的杰罗姆跟上去 法权自己上岸留下丽华 韦德利用树枝拉他们上岸 杰罗姆让韦德去追法权 杰罗姆救了丽华 法权看到跟自己很像的部下 命令他从下游逃跑 让韦德中计 有经验的杰罗姆早就试破他 韦德这边还浪费体力对付假货 左柱挡住法权干部去泡温泉 银也原谅他们 乱三狗非常惭愧 抢起来的局臂想袭击法权 遭反杀 杰罗姆终于出城了 杰罗姆把法权拉到河边 突然中弹的脚让他动弹不得 让法权丢下河 韦德却选择拯救杰罗姆 两狗就这样被困在冰冷的河 由于韦德的身体太小 很快就失温 杰罗姆抱着韦德顺流而下 终于等到大火的拯救 杰罗姆终于可以退场了 韦德在梦中才想起 杰罗姆牺牲自己 可杰罗姆已经不见了 另外牙城已经被奥羽攻破 法权趁机回来收割 韦德让他投降吧 韦德也接受对方的单挑 假装使出拔刀牙 等看清法权动向再用其他攻击 韦德利用自身的速度 与法权拉开距离 再用拔刀牙结束战斗 但大BOSS没那么容易死 因命令大家不可插入首领之间的战斗 韦德不断被法权攻击 韦德并没有放弃 集中攻击法权的头颅 但还是无法击败法权 韦德不断被攻击 韦却不让其他人帮忙 韦也强忍着泪水看着韦德被击杀 韦德突然听到史密斯声音 然后从昏死中醒来 法权似乎看到亡魂把他吓尿了 法权再次躲开韦德的拔刀牙 这时老天改变风向 把韦德吹回去 郑重法权头颅结束了这场战斗 法权还有一口气 韦让韦德杀了法权 韦见韦德不杀 只好亲自下手 却被韦德阻止 原来银只想看看韦德会怎样解决 他把韦德封为新一代首领 此时的法权逃到山顶 却遭雷劈死了 银鸟传说就此完结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